謝謝 謝謝國良 基隆市長謝國良走在旗樓 揮揮手展現親和力 距離半美投票倒數24天 藍營桃園立委 牛許廷 萬美林 呂玉玲等人也到基隆力挺 謝國良 支持謝國良 10月13日出席 晚餐時間走進基隆廟口夜市 不論攤商或顧客 謝國良一一點頭握手示好 要爭取更多支持者 執政一年8個月 財政狀況還在超過10億 成為20年來財政最好的一刻 每一件我們努力可以做的事情 都努力正在完成 但是對方卻仍然要執意罷免 面對罷免謝國良坦蕩蕩 自己接任基隆市長一年8個月 繳出的成績單敢讓眾人放大檢視 一個願意做事 願意為基隆的下一代付出的好市長 竟然要被提出罷免 這是讓人很心寒也很傷心的事情 我們要給做事的人溫暖 我們要給謝國良市長支持 讓做事的人好好做完這個任期 讓基隆能夠有脫胎換股的改變 因為每一個人都看得非常清楚 這一場罷免毫無正當性 不但毫無正當性 而且出滿了惡意跟抹黑 另一方面 罷良團體加緊攻勢 晚間到八堵車站外 聲援同意罷免 10月13記得出來投同意罷免 同意罷免 甚至在北市中校東路 掛著黃色看板 痛批謝國良市長掉車尾基隆 不光榮 藍營接連站台駐鎮挺身而出 要顧良 不能讓罷免過關 破壞北北基藍營版圖 顧良一戰對藍營而言 只許成功 不許失敗 東新聞旅國寶 基隆報導